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外有一名男子平时喜欢四处游玩 就在他闲来无事去爬山的时候 在山上发现了一只九尾狐 这让男子欣喜若狂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九尾狐抓到了手中并带回家 看到这么奇特的生物 男子觉得有些惶恐不安 之后男子便请了专家鉴定 当专家说出一句话时让他傻眼了 原来这所谓的九尾狐根本不是什么狐狸 而是山上的野猫 由于长期术与打理 身上的皮毛都打成了团 于是就形成了尾巴 这让男子很难接受 原来只是一场乌龙而已 经过处理 大花猫的脏毛已经基本提光了 只是花猫由于长期没人照顾 变得十分怕生 经常躲到角落里不愿亲近人 难以想象这只大花猫之前 是怎样顶着一斤多的尾巴生活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